摸起來的觸感怎麼會那麼軟呢 它已經可以透開了 哇 保麗龍杯越看越恐怖 因為不光是摸起來材質軟軟 捏著捏著中間這一圈裂開來 還一絲一絲 它這個真的會腐蝕的喔 它怎麼恐怖 這是腐蝕嗎 保麗龍杯裡面 盛裝的是薄荷綠茶 當事人看到這情況 跟小孩一起嚇傻 而且喝的時候 還嘗出驚人刺鼻味 以前有喝過 其他家飲料店的 這個薄荷綠茶 喝起來都 味道沒有這次買的東西那麼刺鼻 真的是有點化學的那種味道 陳先生說 運動前買的薄荷綠茶 喝沒幾口放了三四小時 回來才發現杯子裂掉 專家說薄荷本來就不能裝在 保麗龍杯內 他們會添加一些香料 而這個香料裡面有芳香類的 那有芳香類的物質 就會溶解保麗龍杯 本公司所有的原物料 產品都有經過SGS的檢驗以及認證 初步認為本次案件有可能是保麗龍杯的品質不良 所導致有斷杯的情形 不過不只薄荷茶飲 含有鐵系類的果汁也會有類似情況 實際買來百分百六成原汁以及主成分為芒果的蔬果汁 都放在保麗龍杯內放置一段時間 特別脆 質地變脆 兩杯用手掐都變軟易撕裂 專家說因為鐵系成分會造成保麗龍的劇本乙系溶解 因為大部分像我們用的這些成分 它裡面有一種叫鐵系類的成分 保麗龍它最主要是本乙系 它跟本乙系的分子結構跟極性都非常類同 所以它會產生滬溶的現象 保麗龍雖然耐熱 但卻耐不了部分物質的化學反應 所以在手搖茶店只能裝奶或茶類 建議還是要用聚餅錫的塑膠杯最保險 至於陳先生的薄荷率 業者已經先將當時分店的薄荷率茶品項下架 要釐清原因 避免有無辜消費者再遇到同樣情況